請問一下在上半場的比賽 其實在最後的那兩波進攻被台比打了回來一些些 但是目前還是處在領先 上半場比賽出現了什麼樣的一些狀況呢 最後面冠宣那兩個球處理的這個太不過理智了 那體能下降的時候對方在防擋拆的時候是壓邊線 他應該當機立斷要逃離或是當機立斷把球外傳 在原地呢持太多球 讓防守者有很小的範圍內呢 也比較多人的防守呢 把他的球硬是把它製造犯規 那個位置很可惜啊連掉四分球 不過我想呢這場球呢雙方都上半場呢 都提供了一場非常有張力跟精彩的球賽 我們希望下半場呢繼續的 雲龍隊希望在防守上再加更大的力度 再防守先做好防守 再把防守在進攻上再做一些修正 OK好謝謝教練 下半場比賽是由雲龍戰士領先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觀眾就再回來 再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